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文嫩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要跟我一起来做我身上穿的这件波点泡泡绣 彼得潘领连衣裙 因为这个版型就是几十年前就有的版型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连衣裙的样子 今天我也会顺便分享如何做这种彼得潘的领子 与如何上领子,及这个袖子我是觉得比较特别 这泡泡绣是比较紧的,就插好可以遮到我们这里比较胖的位置 腰的地方也是有松紧带收腰会比较显身材一点 然后下摆就是非常漂亮的大裙摆了 其实这个版型我之前已经做过一遍了 在这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型 其实这个版型做商业也很好看,就是比较Vintage Book的感觉 我有找很多这种参考图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图片我都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连衣裙的样子 好吧,那废话不多说,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想知道我是怎么做这件脸群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 哈喽,我已经根据这样把布料裁件好了 这个是前片的左右脸边 这个是我们上半身的后片 以及领子,这个是很标准的一个彼得潘领的样子 以及要多裁一个包边条 还有这个我们用的黑色的蕾丝,非常精致好看 我很喜欢这个蕾丝 然后这两片是泡泡袖 泡泡袖的版型我是自己画的 下半身的裙摆,我一般就是两个门幅的大小 还有袖口用的松紧蕾丝 在正式开始缝纫之前,可以先把领子和门径的衬探好 我用的是30D的油纺布衬 OK,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先把花边缝在领子的正面 边缘可以留大概一厘米的缝分 花边缝好之后再拿另一片领子 正正相对在边缘车一厘米的缝线 在领尖的地方,我手动折了一点褶子 制造了一些花边的感觉 领子左右两边折了四个 花边折好之后,这样顺着车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把领子另一面正正相对在边缘车一厘米的缝线 然后现在把领子另一面正正相对在边缘车一厘米的缝线 在刚才已有的缝线上 又或者朝左边移一点点 就千万不要车在刚才已有的缝线的右边 这样的话,缝线会露出来 领子缝合好之后就可以在缝粪打剪口 我大概是每隔一厘米左右剪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领子翻到正面熨烫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来缝裙摆的部分 布料正正相对,缝一厘米的缝线 左右两侧都要缝合 下一步我们来缝合上半身的侧边 下一步我们来缝合上半身的侧边 也缝合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袖子 袖子的边缘先打褶处理 打褶的方法我好像每个视频都有用到 就是把缝纫机的张力和线剂全部开到最大 现在缝合好之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袖子的长度 调整到符合袖笼的长度 然后就可以把袖子的侧边缝合起来 下一步就是把所有的缝分都锁边处理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上袖子了 就是把袖子和上半身缝合起来 我真的比较懒 我真的很少用珠针固定 我一般都是手动调节,手动对齐 其实只需要关键的点对齐就可以了 就是顶点对顶点,侧边对侧边 袖子缝合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锁边机把这一圈都锁边一下 好了,现在来处理袖子的边缘 我计划的是上弹粒蕾丝花边 先裁剪两根手臂粗细长度的花边 然后缝花边我用的是Z字形的线剂 很多内衣是喜欢用Z字形的线剂来缝花边的 下一步用我万年不变的打折方法来给裙摆打折 下一步我们把门禁的地方烫出来 当然你之前要先做好标记 重点来啦 现在我们要把领子和上身缝合 缝合领子起指点的时候 然后要把门禁折过去 然后要从正中间开始缝 这样才比较不容易错位 起指点的地方要对齐你自己之前做好的标记哦 然后先把门禁折过去 盖住领子 另外一边就可以先从旗帜点开始缝 把领子旗帜点的位置对准 再缝到领子的中间这样 这样缝好之后领子就基本上不会错位啦 现在我们要在边缝车上包边条 开始的位置就是刚才我做标记的那个点 先把包边条朝里面折一点点 然后也是在边缝车一厘米的缝线 这里是要拉包边条 千万不要拉领子哦 不然会容易变形 结尾的时候我们把多余的包边条剪掉 也是朝里面折一点点这样缝下去 缝好包边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缝分剪掉 我这边剪了大概一半吧 就是差不多是五毫米 然后我们在缝分的地方打上剪口 把包边条折到后面再缝一条缝线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门径翻过去 这个角的地方可以用工具把它戳出来 最后我们再把领子翻过去 翻到衣服的背面 撤一条缝线 需要注意的是 正要扎到下面的那层包边条 下一步我是锁了所有的扣眼 然后把扣子也缝上去了 如果你感兴趣如何缝扣子和锁扣眼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个Vintage上衣的视频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扣子我用的是黑色的亮面小圆扣 我觉得扣子小一点可能会比较秀气一些 直径是一厘米 这里扣子终于缝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上半身和下半身缝合起来 只要把侧边和侧边对准 我一般都是先从侧边开始 到下一个需要对齐的侧边 又再手动对齐就可以了 把腰部的缝分锁边处理 最后我们来加松紧带 松紧带要先缝合成一个圈 然后再套进腰上 用刚才锁门边的缝分盖住松紧带 把针下在右边 这样缝纫一圈就OK了 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把裙摆卷边处理一下 这件复古剥点连衣裙就完成啦 大家要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视频的内容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周都会分享这种实相交易的 下剧DIY的内容 我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